今天是1月27日 是上年期第三周的星期三 我们稍后会听到圣言和种子 这个譬喻突显了天主圣言的威力 我们一起听 买福音第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 有大火群众聚集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得上了一只船在海上坐着 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上 耶稣用譬喻教训他们去多事 在施教时耶稣向他们说 列文听有个杀种子的出去杀种 他杀种子的时候 有些落在老婆非烈来把他吃了 有些种子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药即刻发了牙 因为所有的土药不深 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 又因为没有根就沽干了 有些种子落在经济中 经济长起来把他窒息了 就没有结果实 有些种子落在好地里 就长大成熟结了果实 又结三十倍 又结六十倍 又结一百倍 耶稣又说 有意的听罢 当耶稣读自一人的时候 那些跟随他的人 或十二中途便问耶稣 只会譬如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天主的国的奥义至上吉里末 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譬语 是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 听是听却听不明白 便得他们会透以得赦面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个譬语 又怎能够明白其他的一切譬语呢 那撒种子的杀的是所讲的话 那撒在老婆的话 是指人听了之后 撒但纳时来 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 夺去了 同样 那撒在石头地里的 是指人听了这些话之后 立刻因然接受 但他们心里没有根 不能持久 及至为了者话 发生艰难或迫害 就立刻 跌倒了 唯有那撒在经济中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之后 世俗的焦虑惭妇的迷惑 以及其他的贪欲 尽来把话蒙住了 结不出果实 那撒在好地了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 就接受了并结了果实 有的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所以耶稣这个杀了的譬语 可以说是与巴勒斯坦 农苦耕田程序的一些程序 其实他们首先是将种子塞在地里面 然后就会扒泥 种子就落在不同的土質上面 其中有一些落在一些硬地的 但是将这些土壤松了之后 施肥之后 那些远熟的泥土就适合 种子发芽结果实 有些开始的时间 或者环境不是很理想 不过后来 总会有机会受到照顾的 也都会结出果实 差不多情况里面 其实有时我们的处境 我们不能够因为目前遇到一些困难 灰心丧志 对前景失望 天主会在任何时间里面 可以转化我们 令我们有能力去完成 祂在我们身上 一早已经定的计划 所以我们时时都要提高醒觉 留意天主在什么时候 转化我们的心灵 在什么地方 能够为我们准备道路 耶稣说 总之其实代表上主的话 天主圣言 我们不单止可以在圣经里面 看到圣言 也都可以在教会传统盛事当中 在其他人信用的见证里面 接得到活生生的诚言 当众志落在土地的时候 适当的时间 总之也有机会冲撞成长 一切负面的情况或者关系 是可以有转机 只要人将生命对天主重新开放 恢复善良的本性 我们的关系是会得到改善 长期的憤恨或者恐惧 会得以铲除 这个怯罗可以变成勇敢 狂妄成为谦卑的 借着基督一切事情都可以发生 祝基督实在是从死者当中复活 做了死者的初果 基督的死亡复活 可以使世界不断的更生 前几天 我们主日是天主圣言的主日 我们主教祂堂 都举人一个圣言众讨的一个讲座 我感谢天主在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圣言的威力 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言的同行者 那天我和那些人分享 不单只讲圣言众讨的那些步骤 都一起去经历 我听到就是差不多有超过200多人 原来是有来自不同地方的 有来自香港岛 九龙 新界 也都有来自新加坡 有来自澳洲 纽西兰 美国 加拿大 会看到在一个半周里面来说 大家都很投入 在问答的时间的话 第一个问的人 原来是来自一些基督教 他们都有一些提问是很有意思的 也都有不同的香港的陀区教 有问一些问题 甚至来自温哥华 他们都有一些对圣经的提问 很有意思 你在过程里面 你感受到天主圣神的临在 你看到天主圣言那种动力 我觉得一个聚会是好 不过正如前头那段圣经提醒我们 不单止很开心一个聚会 更重要要实践 所以不单止坚信 我们要坚持 我们一起祈祷 人质的上主 与你的华成就在我们身上 你是天主 永生 永皇 阿玛 所以圣主的平安时 都与你们各位同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